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市恶心的味道 让人受不了 在这个肮脏街道 满地垃圾围绕 我们自在这里开窗誓言 这真是个疯狂地方 能够全家里夜 好扭起啊 好可爱 来 吃东西了 好 来 这里 好可爱 各位 表安老师每一场都会丢一些新的台词进来 就是在training我们 也没有啦 也没有啦 没有就好玩 因为我们喜宴每一次啊 表安老师跟可依姐都会有一些默契 加一点点台词 先换一下这个表演方式 然后我们就说下面要接什么 就是在training就很爱 喜宴的时候忘记 你有忘记啊 真的啊 在骂儿子那一段 就跟儿子说你为什么 你知道你已经熟到不行 可是你竟然就忘了 但你忘了其实你不唱别人也不知道你 对 对不对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一条筋不对了 我以为说反正 就对嘴嘛 我只要嘴巴动就好了 那嘴巴动你就算了 我竟然忘记还在那边 吶吶吶吶吶吶 我还 吶吶吶吶吶吶 我还出声音你知道吗 然后事后我才想说 我为什么要出声音 我就是忘记还在那边 吶吶吶吶吶 你只会以为你在打节拍 对 但是过了那一拍 我在想下面怎么唱 突然间想到就赶快解下去 对 它会自己跑出来 对 很好玩 它会自己跑 因为肌肉会有记忆 你刚才讲说 台词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通常有时候靠走位 你走到那边的时候 自然就有那个东西 就会跑出来 就算你忘记了 你某一个动作 你有记起来 又想起来的 那个肌肉记忆是 蛮好用的 这次的海报好 就是那一套了 旗袍这一套 旗袍 因为喜宴完了之后会怎样 会闹洞房 那闹洞房要怎么样呢 就是要脱衣服件事情 那其实快换跟在台上脱衣服 都是会练习过的 然后其实那些打底 该做的预备都 防护都有做好 但是我记得这一天好像是预演 还是媒体预演之类的 就还没有卖票的 就是我们要闹洞房 在床上的那一幕 是有人要帮我 把我后面旗袍的拉链拉下来 然后脱掉 然后就躺下 对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太繁忙 然后快换也没多想 然后我们已经在干杯 就是上半场的一个 很大的一场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今天这个 就是这一场 就是这一场 就觉得怎么凉凉的 今天没有平常那么热 然后衣服也没有 空脚开得蛮好的 对 空脚开得挺舒服的 他就觉得 我小穿了一件打底 对 然后等一下一拖 是整件会拖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要 靠你的partner跟信任了 所以 因为这一场是全部 很special 对 上半场最后一场 我不确定我要那么special 对 就是边跳舞 大家在喜宴在喝酒的时候 就是 就是边唱歌边跟着旁边 要脱我衣服的群演们说 等一下不要脱我衣服 我没有穿哪衣 Oh yeah 咖啡 别脱我衣服 你们听不到 就是一直在传讯息 所以就是要make sure 传到真的要负责脱我衣服 那个人听到而已 所以假如说 我在跟北海老师跳 我跟他讲不要脱我衣服 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可力姐说 可是我想看啊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人都传到 我可以传到 然后就终于传到 可是自己学习也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脱 到底会不会脱 所以在演这场那一天的是 哇单战清净 因为完全没有打底 哇 那天快换有点来不及 就是赶快上台跟头发一样 所以 到了床上那一幕 我就只能信任 我后面那个人 不会真的脱我的衣服 所以我就摸到他那个胸 我就哈哈 他就是这样假装了一下 他就停了我就 好 因为我本来做好准备 是万一他真的脱我就 趕快hold住了 但还好就是 有传到他耳边 哇 所以 有曲演真好耶 哇 可以帮 可以cover一下 对 但是要确定那个消息 有传到他那边 幸好大家反应都快 真的 幸好你不是交代我 因为那场其实他 到最后是喝醉了嘛 所以才会跟我儿子 误上床这样 对 我会以为他在演戏啊 哎呀 不要脱衣服 我就是要脱 我就是要脱 爱人嘴嘴啊 诶真的啊 我会以为你喝醉啊 然后很入戏 真的 啊还是把他脱了吧 哈哈哈